地星历2050年一个庞大的漩涡在城市上空出现 大量的机械生物自虫洞中涌出 无形的将整座城市摧毁 在世界陷入绝望之际 终年隐于山野的修士突然出现 他们驾驭着种种不可思议的法术 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 终于将一星军团赶回虫洞内侧 在此之后 修道之术成为全世界追捧的绝客 开启了全民休闲的大时代 喂 这枪怎么突然不动了 该不会被我们打死了吧 躺在地上的唐明艰难地睁开双眼 看着面前模糊朦胧的景物 怎么回事 我不是死了吗 一个混混蹲在唐明身前伸手去揍他的脸 但他的手只伸到一万猛地被抓住 紧接着一股蓄力将他狠狠推倒在地 唐明就像变了一个人 一直被欺负的他 很瞬间就将三个混混打翻在地 今天是什么日期 今天不是2100年 4月9号吗 是不是高中的时候 看来我果然出生了 2150年一星人再次来起 这一次 一星人居然学会了修造之术 才突破了盛世纪 毁灭吧 随着一星人冷漠无停的抬提手 唐明作为修士联盟的领导者 连同地心一起被封印 而现在 唐明居然穿越回了高中 既然上天又给了威子将领 这次你一定有将我们打败 第二天清晨 唐明站在处前 各有所思地打量着这位美貌笑话 为了修炼威子催地功法 我必须得到他的帮助 深夜 校外小树林 2104月10号 外省修士罪犯前头广场 被夜间修炼的王精精撞见 惨烈大战后 王精精以准修士的修为 击毙一匹修士 从而在武道界名声大噪 应该就是这个位置为错 唐明正思索 远处就传来了打斗声 果然王精精追击着赵虎到了 这赵虎身材至少是王精精的两队 武器是自己的一双铁爪 赵虎仗着自身修为高队 映召王精精常见 王精精连忙催动剪刀 但长剑始终挣脱不了赵虎的护掌 唐明见识金银 从树后杀猪 一拳向赵虎太阳学挥 赵虎突刀偷袭 赶忙放开长叶应对唐明 两人两者同众 从此推开树果 唐明也建立对到王精精前 王精精 你没事吧 我也是广城实验中学的学生 我没事 你快走 我来解决他 你受伤 我们一起出手 你去可以 这时突然一声咚 赵虎踏碎地面 扑杀过来 今天谁都走不了 都得死在这里 王精精却手箭入窍 闭上双眼 周身有内气浮现 你帮我阻挡片刻 我有一仗 可取他性命 唐明毫无犹豫地答应下来 两人顿时间厮杀成隐瞒 不一时 一某绚烂的剑光猛然报警 见到这一道剑光 赵虎震惊万分 八剑术 赵虎刚开口说话 见其宁丝 瞬间穿透他的额头 尸体倒在地上 见其满地监讯 王精精对唐明点了点头 多谢相助 多谢不平而已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唐明 走了 唐明甚至要放长时间叫大鱼 只留王精精在原地 好奇地思索着唐明的身份 几天后 唐明站在期中考试的测试台上 人群中一名男子脸色冰冷 他是薛峰 广成实验中学高三学生 校内排名第二 也是王精精的追求者 看见别的男生 在王精精面前突风头 这让薛峰很是不爽 强子 待会你去试试他 找机会下重手 废了 作为狗腿子的郭强点头发幽 学少放心 一定弄死他 说着郭强登上测试台 要跟唐明比试比试 唐明一眼看出对面不怀好意 便摆开驾驶接战 郭强见对面居然不准 当即爆发力 凝笑着挥拳突上 面对郭强唐风赵雨般的攻击 唐明从容不过的火力 一瞬间过招五十多回合 郭强连唐明的一脚都没摸了 郭强碰 不膝盖下的爆发 内气凝结成一头蟹色蛮牛的区域 不要杀了你 郭强的内气已经超越了紫身体 这一拳已经可以比肩入品丢失了 面对气势磅礴的一剂 唐明脸色平静闪声跃 在电光火石间一剂边腿当中展露 蟹色蛮牛虚影突然破碎 郭强被打得当场吐泻到 围观的学生纷纷惊惊 听着四周的意味 月峰一脸阴紧 只是还没等他帮我 就见到台上的唐明朝他招了招手 学峰学长不如您也上来和我打打手 教教学弟实战武道的打法真谛 让我见见高瞻啊 唐明肘然开口 让四周陷入一片死地 此时薛峰内心的怒火欲发能力 这个该死的东西竟然敢借势压我 今天一定要废了你 广城实验中学操场 唐明双手插在兜里 浑然没有半点警惕的东西 薛峰见对面如此小条字 身上燃起赤裂红艳 气势比郭强更胜一筹 这就是广城薛家的玄阶功夫 气血唐龙曲 王晶晶仰头看 不禁也有些担忧 这时台上的两人已经交起手来 薛峰出手如电 全风狂涌 压迫的唐明只能闪作 可唐明却突然发问 你父亲是不是叫薛海 二品修士 丢行玄阶功夫 薛峰嚣张的笑容 你知道就好 乖乖被我废了 还能流条小命 唐明眼中半天堂光 第二次异性入侵后一 有一个叫薛海的修士 投靠眼睛 交代了众多地心的关键 造成了前线大跪斑 牺牲了无数生命 没想到冤家路上 唐明挡开薛峰的拳头 一气袭击 粉狠撞到薛峰脚步上 薛峰整个人飞了出去 唐明爆发出极限准休士的力 防风骤雨般的攻势 顿时将薛峰淹没 薛峰被打得毫无还手之行 最后被唐明一脚狠狠地踹飞了出去 痛苦地摔倒在地上 一旁的老师不想事态扩大 连忙走过来把两人分开 这时王晶晶走了过来 薛峰这个人牙字比薄 你以后小心 两人擦肩而过各自离开 王晶晶正走着 一名清洁工悄然发出一顶匕首 猛地朝王晶晶突破 王晶晶反应急快 发包挡住匕首的风貌 顺势一脚将其踹飞了出去 但几乎是同一瞬间 在他后面又是一道身影哭了 王晶晶又一次侧身躲避 这时唐明突然出现 飞身突向攻击王晶晶的杀手 我来帮你 奋作寝室这里应该是薛峰处 现在正好让我路上 再说这一波好赶路 修炼命法需要的资源 就有着落了 方明正视着自己的对手 一人一个 这个交给我 他脚下一个剑步直冲上前 流畅地将一个刺客群突 围观的几名学生都被惊呆了 王晶晶也将另一个杀手斩杀 这些人出手招招致死 从头到尾不发抑郁 很像大家做豢养的死事 王晶晶上前翻开凶手的衣服 一眼就看到黑色的火焰标志 这是五到十三家之一的慕容家 与王晶晶的家族素来不合 王晶晶同样也认出了灰激 内心震惊 但脸上却无变色 他起身看着唐明 这是你第二次救我 我们王家恩怨分明 你有需要的 尽管说 我王晶晶一定尽力完成 唐明点了点头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不介意的话 我们换个地方 一星凝石 王晶晶眉头紧皱 唐明继续提出自己的需求 还有治愈重伤的五到医疗仓 隐心能够抑制灵力波动的禁灵石 我修炼的功法很特殊 需要借助医疗仓 治愈因过度淬炼受损的细胞 唐明直接了当地将自己的实情合盘拖出 王晶晶见唐明诚恳 也不再多问 禁灵石和一星灵石是军用管制品 但王家还是能搞到的 只是这细胞淬炼的功法 到现在还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 他深知这凶险万分 如果需要人护道 还是让我来吧 你救了我两次 这点忙还是没问题的 傍晚 两人来到了王家经营的医院 王晶晶带来了唐明需要的材料 唐明也不迟疑 驱走两枚矿石踏入医疗仓桶 学姐 那就拜托你了 王晶晶开始操作医疗仓 随着仓门缓缓关合 唐明盘坐在仓室中 双眼紧闭 事成事败 就敢这一次了 医疗仓内 唐明内气涌动 医疗仓外 王晶晶神色凝重 医疗仓上的红灯突然亮起 王晶晶的心一下子悬了起 突然一股可怕的气息膨胀 医疗仓的外壁玻璃裂开 接着舱门被推开 唐明赤裸着上身抖了出来 经过这次修行 唐明自认修为一口吻压衣服修士 他还在思考着自己的莽装女动 王晶晶却迎面扑了上来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空气都凝固了 很快反应过来的王晶晶 连忙退开 脸颊已经一片滚烫 联盟岔开话题 对了 你在学校接连出手 暴露了实力 之后有什么打算 你要提前参加全国武考 老师一脸惊讶地 看着眼前的唐明 唐明想提前一年 参加武考的消息传开 同学们躁动了起来 唐明的实力足够 文士的部分 我可以在考前帮他补习 王晶晶在一旁解释 老师看二人坚持 便让他们一起去 跟校长说明情况 远处目送这三人离开的血风 眼神愿毒地狠狠瞪着他们 下手狠一点 把他手脚给我打断打残 我要让他躺在病床上过一辈子 放心吧学少 绝对让你满意 三人来到校长办公室 校长让唐明展开气势展示一下 唐明点了点头 蕴展内气 周身掀起光风 这下校长笑得更开心了 马上同意了提前高考的事情 走出办公室 王晶晶与唐明正讨论 要上哪所大学 突然从角落里冒出来 三个人拦在唐明面前 你就是唐明学弟吧 听说你要提前参加舞考 好厉害啊 学长们在修道舞剧上 有很多不明白的问题 不如你给帮忙解答解答 唐明微微一笑 示意王晶晶留下 便跟着三人走 王晶晶目送着几人离开 不由地叹气 与此同时在一处阴暗的角落里 雪风满脸森然地叮着 天才 我让你变废柴 天台上三个男子 将唐明包围在中间 唐明看出三人 根本不是本校的学生 定是薛风找来 三人嚣张地笑了 薛老板要你双手双脚 忍着点吧 小朋友 话音刚末 三人宁笑着同时出手 唐明只是淡然一笑 一阵轰鸣的暴响 与哀嚎同时响了 唐明双手插在兜里 身后倒在地上的三人 鼻睛连嘴 已经昏迷不醒了 王晶晶靠在墙边说道 薛家在广城 算是地头蛇 他盯上了你 恐怕会麻烦不断 需要我帮忙的话 可以出面警告一下他 唐明走到天台边缘 一脚踩在栏杆上 薛海只是广城中 稍有些势力的符号 本人不过二品修饰境界 凭什么占据 循迹功法数十年 还没人去找他麻烦 王晶晶听出了 唐明话里有话 薛海年轻时一雄二百 但十年前突然崛起 靠着医疗科技产品发架 唐明又问王晶晶 知不知道薛海 获得功法的时候 有没有去过崇洞 你怀疑薛海 投靠了崇洞内的异性 王晶晶想到这几年 总有各地的罪犯修士 往广城跑 到了之后就人间蒸发 如果跟崇洞有关联 那么事情就很麻烦了 广城薛氏集团总裁办 薛峰私自带人出去的事情 很快传到薛海这里 要了三个人出去了 一道阴沉的声音 带着怒意发问 办公桌前的手下 惶恐地低着头 是的 一个一品 两个准修士 薛海觉得这三个人 要解决薛峰的麻烦 绘绘有余 也就不再追问 手下又说到 来投奔的一品修士 赵普被打死了 是王家的王晶晶下的手 王晶晶 薛海记得这个名字 好像就是他的儿子 最近追求的那个女孩 想到薛峰最近有些招摇 薛海便让手下去提醒下薛峰 也闹出太大的风波 黄爱的计划 等到手下离开 他脸色凝重地眺望远方 虽然现在走错一步 就是万劫不复 若是成功了 我也将站在云端 俯堪众生 实验室内 唐明在王晶晶的协助下 完成了第二次微子碎链 骨骼强度 已经到达了一品修士的底线 唐明非常感激王晶晶 他拿出一个笔记本 这是唐明前世找到的秘密 对拔剑术提升巨大 王晶晶一脸惊讶 谢谢你唐明 这对我帮助太大了 我才是需要感谢学姐 帮我准备的这些修炼资源 不用这么客气的 叫我晶晶就好 被王晶晶盯着 唐明有些不好意思 他前世一心想着修炼 遇到这种时刻 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两天后 全国五考开始 五道考试要求 在台上撑过三分钟 就算合格 擂台上 王晶晶正在与考核导师交手 出回合后 剑气滑破空气 冯王廷在考核导师的脖子上 全场观众都探服于王晶晶的实力 王晶晶考核通过 成绩评定为A 王晶晶淡然的走了下去 接着唐明上了考场擂台 他也不废话 拳风撕裂空气 猛然轰出 考核导师背着突如其来的一拳 直接打落下台 唐明抱拳行李 全场一片震惊 只出了一拳 考官可是一品修士 都接不住他一拳 不出意外 唐明的成绩也是一 四日无考的成绩已经出来 唐明夺得了全国第一 第二便是王晶晶 两人看着排名 聊起了大学的事情 你要去汉北 汉北大学在名校中 只算是中等天下 但唐明知道 上一日 正是汉北发表的理论 推动了第二次 修道革命 静静你也和我一起 上汉北大学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汉北的四年里 我们一定能够 晋升高品修士 看着唐明自信满满 王晶晶也不禁心动 便真的同意了下来 好 我相信你 和你一起去汉北 在远处的角落里 薛峰露出阴狠的目光 我怎么也算是薛家的天才 等着吧 只要有老爸 那些心情设备的支持 我很快就会晋升教师 到时 我会亲手杀了你 广城某处地下设施内 姚鱼和王长峰并且走 他们是修士联盟执法队成员 奉命来调查薛海 两人来到设施尽头的室内 一眼望去 全是灌注着红色营养液的培养蜜 里面悬浮着连接着管道的 都是在广城失踪的犯罪修士 马上通知修士联盟抓人 要快 重症监护室内 薛海阴沉地看着床上的薛峰 薛峰在修炼途中突然暴走 遭到反噬身手冲伤 生命垂危 突然有人闯进房间 展示出手中拘捕力 薛海 你涉嫌包庇国家重犯 进行人体实验 以及叛国等重罪 现在请你跟我们去地图总部 薛海听罢自知难逃一切 他忽然抱起 周身涌动着可怕的心情 去地图也难逃一死 所幸 杀个痛快 薛海已经达到四顶修士的境界 几人慌忙撤退 然而血肉焚飞 一个活口都没剩下 薛海捡起沾血的资料 上面唐明和王晶晶的照片 映入薛海眼前 原来是这两只小罗鼠高密 诗情败露我们难逃一死 小枫 你安心去吧 我很快会让他们 下去陪你的 薛海的话音落下 一掌打在薛工头上 变客之后 深山来迟的王长风和姚羽 看着房间里 捧击树花的事情 赶紧通知修士联盟 捧锁全场 忽然两人也看到了 病床上的资料 走了 三小时后 在一列开往汉北的火车上 姚羽和王长风正群视着他 两人很快便找到了唐明和王晶晶 唐明看到姚羽很是惊喜 姚羽和唐明两人的父母之战 两家关系一直很好 一心颤颜 两人的父母进出战 姚羽就成了唐明的死 二哥 你怎么来了 王晶晶疑惑的问王长风 王长风拿出资料 指出薛海逃草 可能过来报复二人 正说着 突然出现一阵剧烈的爆炸 熊熊燃烧的烈眼中 一道猙獰的身影 缓步走来 一身伤痕的薛海从火焰中走了出来 在薛海狠厉的目光注视下 唐明和王长风 长在了其余人的身前 王长风见唐明 王晶晶两人没有推让的意思 便说道 一会儿由我来主公 要于辅助 晶晶唐明 你们两个远程支援 说完 王长风一马当先冲了他 薛海的笑容更加争议 四品修为从土壳到表 都淬炼完成 无惧刀兵 根本不是下品修是刻意的 王长风直剑而上 剑王抱起一剑自嘟 直接刺破了薛海的防御 薛海惊恶后退 盯着王长风 剑刃上缠绕的剑气 冰剑气 王长风没有丝毫指 随动剑气再度杀了上去 一旁的摇鱼抬手结衣 下一瞬薛海整个人将在原地 动弹不得 这是精神秘法 这时王长风的长剑已到薛海凶处 可薛海毕竟是四品九十 强行动脱精神震慑 用自己的手臂挡下这道可怕的剑袍 他彻底暴怒 索性直接不管王长风 转身朝姚鱼鼓励 姚鱼也反应几块 翻身躲过薛海的掌风 一招不成 王长风和唐明又整好阵势 唐明 你也上 那几拳物无法使用武器 你是个攻克的 薛海阴沉冷笑 爆发出一身黄口 紧接着身躯膨胀 狂乱的激流向四周宝发 妖于狠狠地撞在车厢墙壁上 王长风也被甩到远处 薛海动用了护住受创心脉的力 将众人重创 但他自己也已到极限 最多还有一两个小时过活 不过 打死你们这几个小崽子 绰绰有余 话因为路 他已朝着一旁的唐明扑杀过去 凶猛刚烈的信息 化作狂风 呼啸而来 唐明却表现得异常平静 仿佛在盯着自寻死路的猎物 高速行驶的列车上 唐明正面迎上薛海 两人杀招叠出 唐明敏捷躲开攻击 抓住机会一拳击中薛海小货 但他的拳头却被反振的有些麻痹 薛海狂笑着跳下 抓住唐明的手臂 首先 拿掉你一条胳膊 另一边蓄力多时的王晶晶 拔出了长剑 奔勇的剑气直冲薛海而去 这时薛海却露出了微笑 等你这一剑 好久了 他准身准备将唐明作为肉盾 这千军一发之地 唐明突然开口大喝 铃 薛海浑身一震 这让远处的姚鱼都惊呆 怎么 是我的精神秘法 会精神秘法的修饰极其牺牲 帝国军校几十年才出了姚鱼一口 薛海没想到唐明一个学生 居然会如此高深的密码 他拼命挪动自己的身体 终于用他的右臂挡下了王晶晶的一剑 而斩出这一剑的王晶晶也已活力 摊坐在地上 薛海看到对面只剩一个唐明还能站 更加的强暴 你们今天都要死在这里 一星之一族又怎样 有了他们先进的科技 短短十年后天小城 身家数十亿 这些华国能给我吗 人类能给我吗 薛海越发的同望 面对几个必死之人 将一星的计划说了出来 薛海只是计划的一部分 他将犯罪修饰带到秘密实验室 为一星人进行人体实验 请到这儿 唐明终于解开了前世的笔刀 正是有薛海这一帮人类的判断 才让一星人很快掌握了五道功法的修炼秘密 王长风愤怒至极 华国境内还有其他势力在帮一星人做事 薛海紧握低血的拳头 脸色争鸣 谁知道呢 不如你猜猜 算了 时候差不多了 你们也该上路了 该上路的是你 唐明突然一跃而出 还是要暴露一部分前世的实力才行 薛海抬手一掌朝唐明的头上拍去 死 只见唐明手臂交叉挡在身前 硬生生挡下这是大力尘的一掌 唐明反手一掌拍在薛海的胸口位置 打得薛海几乎要跪下 唐明不到一顶居然能压制四顶的薛海 这让远处的三人大事一定 王长风看出 唐明靠的是眼力和自身不可思议的天赋 他的眼力之强 足以窥探到薛海招式间的破绽和漏洞 姚渝的精神攻击 应该也是他现场觉得 唐明的天赋之强 甚至在王金金和姚渝之手 场中薛海和唐明还在缠斗 唐明击中薛海几次 但都没造成什么实质伤害 薛海发出一阵狂想 我一个四品修饰 钢筋铁骨 就算战着不动 让你打上一天 也破不了我的防御 被薛海反手一掌逼退的唐明 身上被汗水浸湿 气喘吁吁 但这时 薛海却突然发现自己东弹不得 这时唐明露出了微笑 他上一世得到了一盘古代遗书 从中了解到数十个死穴位 他对着薛海解释了钱 修饰淬炼全身 但内脏却是死穴之一 唐明凭借着眼力 结合五道世家方家的尽力绝学 创造出了真子力 可以透过皮肤肌肉直刺死穴内 现在你可以安心去死 我不甘心 同然一声巨响 随着真刺性的爆发 薛海吸孔流血 脸色痛苦地倒下 解决了薛海 唐明在人转身 扶起虚脱的王晶晶 旁边的王长风不停反叹 唐明非世家所说 自创武学天赋卓绝 未如修士已有修士的战略 吃个五道奇菜 他又看到唐明与晶晶关系危险 可王家早已有意让晶晶 与其他世家弟子定下婚约 若是让人知道 这个唐明与晶晶关系亲密 恐怕会闹出不少事 唉 我真有什么事 我还是尽量从中周旋吧 车站外 姚鱼王长风 要与唐明王晶晶分别了 唐明快被姚鱼勒得喘不过来 一旁王长风也在叮嘱王晶晶 家中长辈定下的婚约 也不能为你的 我知道了 王晶晶低着头一脸不甘 但却没有再说什么 岸北大学接待处 负责接待的大三学生李家 笑着欢迎唐明和王晶晶 两人报上姓名 四周嘈杂的声音全都消失了 随着一阵惊呼 人群一两人为中心围了上来 你是唐明 听说你五考上一拳 把刺事老冲下台 晶晶女神 我是你的粉丝啊 听说唐明大神在路上 还顺手解决了一个四品修饰 看着热情的心声 李家只能无力地维持着秩序 远处一名拉着粉色行李箱的少女 伸了一个懒腰 她叫方晓宁 是方家百年不遇的天才 今年五考全国第三名 方晓宁不想受到爷爷的时刻居住 于是独自跑到了汉北 想要管控我的大学生活 哼 我才不会让她成功呢 方晓宁走到接待处 却发现根本没人理他 所有人都围着中间的一男一女 方晓宁看到全国五考第一第二 居然也来了汉北 马上开心了起来 是不是绣花枕头 还得要打过之后才能见分小 这时唐明也注意到了身后的方晓宁 前世九品极限突破理论出来的时候 就是方家的一个九品极限强者突破极限 成为了人类的少微破镜 如果我们没来汉北的话 这个方家的小姑娘 应该会是这起最强心上 唐明正这样的感觉 众人已经来到了汉北大学的校门口 汉北大学的历史优秀 走出过众作有名的修道理学家 喂 全国五考第一的唐明 方晓宁忽然跳了歌 目光凌然的盯着唐明发出比武挑战 你敢不敢和我打一场 赌上汉北新生第一的称号 汉北大学校门口 所有人都在注视着发出挑战的方晓宁 对对对 就是这种万种瞩目的感觉 等我大发神威 把新生第一的称号收入囊中 唐明倒也高兴 方晓宁实力很强 若是现在将她打倒 能为以后省去不少麻烦 大家扔出空地 方晓宁运转内心 以识入了一匹 今天不把你打的交代起来 我方晓宁以后还怎么在汉北混 十招打扶你 算我输 话音微露 方晓宁直接扑过去 看我晓宁密法 子弹拳 如同子弹般迅猛射出的拳头打出 却被唐明轻松挡下 不过唐明内心还是暗暗称赞 方家内心出了名的难学难经 方晓宁不仅学得经 还能自冲武器 猫拳 猫拳 流水拳 小草拳 别拒拳 别看名字非主流 威力可是不小 一凭修士都顶不住两三拳 但在唐明面前都如同轻风际雨 一轮狂轰乱炸的猛攻下来 方晓宁累得气喘吁吁 而唐明仍就风轻云淡 你还剩下一招 这招打出去 我自己都没法胜利 所以别死了 小营密法 我炮拳 一拳击出 烈焰汹涌 既然如此 那我也还你一拳 下一刻两道身影轰然碰撞 激荡起绚烂的崩溃 方晓宁威力最大的一招 被唐明抵消了 而且这个招式他还不认得 方晓宁有些失落地低着头 你克制我的火炮拳 那以后我都打不赢你了 你要是想学 我可以教你 其实唐明用的这一招 是十年后方家创造的招式 交给方晓宁也不为过 你说真的 不许你反悔啊 不等唐明开口 方晓宁突然跪在地上 狗喊大哥 唐明被吓了一天 对手变成徒弟 见到这一面 王晶晶有些不高兴 冷淡地说道 恭喜啊 白姐一个美女徒弟 感受到王晶晶的醋意 唐明一脸无奈 汉北大学宿舍去 方晓宁来这之前 把学校的情况摸得一听二重 现在正好成了 刚认的大哥的向导 见到方晓宁 这大大咧咧的模样 王晶晶笑了起来 她没想到方晓宁 一个世家的弟 却完全没有傲计 三人走到男生宿舍楼下 方晓宁 王晶晶 与唐明告别 有事联系我 我一定随教随到 唐明 你记得早点休息 唐明向两人道别 转身想着该去见一见 要朝夕相处四年的事 一路走进宿舍 推开房门 看到两个收拾行李的学生 两人热情地对唐明打招呼 我叫何燕 汉北本地人 他是赵连 南疆人 以后大家一起生活好几年 要多多关照啊 我叫唐明 广成人 听到唐明的自我介绍 何燕赵连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这时宿舍的门突然被推开 一个胖子兴奋地闯进来 你们知道吧 唐明被奔到这个宿舍了 然后胖子就看到了宿舍里的唐明本人 真的是你们唐明大佬 以后我就认你做大哥了 我就是你头好小弟 以后大佬你生活上的事情我都包了 你安心修炼 朝神之后带我飞啊 这个胖子叫孝飞 是唐明的第三个适用 唐明又是一脸无奈 有这么火爆的适用 以后可有的热闹 四日清晨 众多心声聚集在操场上 唐明和王晶晶两人站在一起 吸引了众多目光 大家都在猜测着两人的官司 在嘈杂声中 一名男子登台走向话筒 随着他一口气深深吸入 下一刻肉眼可见的气流激荡 宿舍 请客整个操场的学生都捂着耳朵 唐明跟王晶晶两人脸色平静地站着 感受着恐怖的音波侵袭 唐明眉头微重 这是下马 微马 声波压得众人喘不过气 只有唐明 王晶晶和方晓莹三人没被影响 我来试试这群小崽子实力如何 说话的是汉北大学实战派导师 后天大城巅峰 七平换血镜修士 月山 他只释放了半城功力 猛对一脚踩在地上 整座汉北大学都在震动 如此威压之下 唐明三人还是毫无巨色 这点实力还不及爷爷的千分之一 看到三人如此表现 各个导师欣喜非常 都想让他们败入自己门下 这次变成几个导师 叽叽喳喳地炒作一团了 见到他们争论不休 一旁沉默多时的女导师华枫燕 只能哀声叹气 他已经两年没收到学生了 现在还在为研究经费着急 月山脸色冰冷 看着众多受不了威压 而被迫俯身的学生 嗤之以鼻 国家要是依靠你们这些软骨头保护 早就灭亡了 我来汉北又不是为了上战场的 有学生不服地喊道 月山微微冷笑 好 你们不敢战 我就让你们不得不战 从现在开始 你们没打赢一个人 获得一个学分 他又盯着唐明三人 至于你们 有学生打赢你们 获得一百学分 在大学中 丹药 功法 武器这些都需要绝分兑换 这是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受到月山的鼓动 不少学生已经将目光转向了唐明这里 王晶晶和方小赢是世家子 大家都不敢煽动 没靠山的唐明 自然成了大家的目标 见到场中的气氛不对 校飞何燕和赵连三人站到了唐明身边 只见唐明摆摆手 让三人不必帮忙 而王晶晶多次见识过唐明的利害 根本没有担心 小杨 我这次顺便给你示范螺旋径和镇径的使用方法 谁想动手 来吧 唐明一人独自面对众多心声 经过短暂的沉默 终于有两人联手袭来 一人正面直冲过来 下一刻整个人被唐明狠狠砸在地上 同时出手的另一人也抓住机会 一刀狠狠砍向唐明的背骨 唐明转身又是一拳 正面影响到风 随着咔咔的劣响声 长刀当场崩开 过到偷袭的学生 不写道飞出去 唐明匆忙不住 不等其他人出手 直接冲进人群里 众多学生被他一个人压制 不断有人被打得飞出来 他实力倒是出乎我的意义 不过这么爆发又能坚持多久 变身在看台上若有所思的 人群中唐明立权一个大杀与方 就在唐明解决第六十一个对手的瞬间 身后跳出一名偷袭者 刀锋静止扎下他的后面 唐明毫无征兆 转身迎记自己 把偷袭的学生 踩在整个人攻着杯子 远处围观的学生 看到这一招停摆 怎么可能 他背后又没长眼睛 唐明脸色不定 这种层次的战斗 毫无威竭可言 一百多的血脉 差不多够了 见到唐明停下 原本被吓破胆的心声 此时却拥不掺 他没体力了 机会来了 大家一起上 红一声巨角扬起 唐明一拳狠狠地 在地方发出一个大门 上一刻还叫嚣不止的心声 全都沉默了 看到唐明的实力 岳山也已经无话可说 宣布了这场混战结束 唐明是吧 你很好 接下来你想带入哪个老师的门下 唐明有这一位 看向身旁的王晶晶 王晶晶也看着唐明 我想要选 华丰燕为导师 话音若子 用导师惊讶地望向最边边位置的华丰燕 连华丰燕自己都有些迷茫 一脸的难以置信 我 唐明点头 就是你 华丰燕导师 新生入学选导师 选中美女导师的背后原因是 华丰燕是一个纯粹的研究学者 也没有什么教学经验 唐明的选择令导师们惊讶一场 而这时 方小英和王晶晶也沾了出来 他俩也跟着唐明选了华丰燕做导师 这下 岳山直接炸了火 我不同意 你们三个人资质卓卷 败我为师 才不会浪费你们的天赋 再看华丰燕 他到现在还没从惊讶中回过神 好几年都没收到学生的他 今年一下子收到了三 还是全国无考的前三名 华丰燕倒是你怎么说 你愿不愿意收着三人当学生 一流老师看华丰燕待在原地 便开口问他 愿意愿意 当然愿意 华丰燕从镇军中回过神 满口答应 汉北教室办公研究室 这里整齐地摆满了各种修炼笔记书籍 华丰燕带三人来到这里 开始介绍起修道研究理论 华国修道 实力由低到高划分为九品 一致四品修饰 分别淬炼骨骼筋膜肌肉表皮 四品后天小成体魄刀枪不入 五到七品修饰淬炼骨髓脏气血液 七品后天大成基本免疫现代武器伤害 更高的八品先天九品决电 在地心千亿人口中在测的不足万人 修饰修炼的根本是功法 武器则是打斗招式 功法武器按照天地玄黄分为四界 大多数学生都是修炼不入阶的炼气法门 入阶的功法 只有大学或是世家大族掌握 如王家的通明见点 方家的天文秘传 此外还有秘法 效能各异难以修行 说完一些基本的武道理论内容 华丰燕温柔而有力地说出自己的研究方向 我研究的方向是 如何使人族修饰 破开九品避障 踏入更强的新境界 唐明暗暗一笑 而方小英和王晶晶两人则震惊不已 成生少年提点导师 助力导师研究突破 九品之上的研究 王晶晶与方小英从没听说过 而这正是唐明要选华丰燕作为导师的原因 华丰燕的研究还不完善 他也不知道方向是否正确 唐明虽然知道正确的道路 但是又不好直说 只好旁敲侧击道 现代修士最强者开山断海也非难事 但大部分都要以肉神作为施展基石 至于精神类的攻击方式少之又少 或许还存在着一种修炼精神领域的功法 王晶晶摇了摇头 他对精神功法有些了解 大多数人的精神质量 根本达不到精神武器的修炼要求 而且精神修炼的功法 根本没有流传下来 或许因为精神功法的流传方式 并不是通过口口相传 或是纸笔记载的 听到唐明的说法 华丰燕觉得挖掘出了一个巨大秘义 他拿过纸笔开始记录自己的猜戏 精神秘法 很有可能具备特殊传承方式 精神和肉体 对应精神和物质 两条大道并行相辅相成 或许才是九品破镜的关键 只见华丰燕沉浸在理论研究中 根本顾不上几人 唐明三人只得离开了 刚走出研究室 远处一道声音叫住了王晶晶 一名男子走了过来 王晶晶皱着眉头露出厌恶表情 慕容兴 你来做什么 这个人是慕容家慕容卿意卖的奴隽 见到王晶晶这么冷漠 慕容兴眼中露出阴沉之色 我这位汉北的修道社副社长 移情于礼当然要过来问候一遍 问候完了 现在可以滚了吧 看王晶晶这么不给自己面子 慕容兴冷笑道 没想到两个衣品修士都杀不死 王家的修道种子命确实硬 不过你又能命硬到几时呢 偶然听到慕容兴自己说出此前刺杀的真相 王晶晶脸色灵异 唐明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心生入学第一步 从挑衅笑靶开始 慕容兴朝着唐明走过去 冷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对了 广城那两个死士是被你干掉的 赵雄 你上去给我废着小子一条胳膊 让他记住 以后少管闲事 慕容兴身后 身材腿梧的赵雄捏着拳头站出来 他是汉北大四学生 三品修士 慕容兴的父亲在一心战斗中战死 导致他这一脉在家族中日前示威 他一直认为是王家搞的鬼 对王晶晶更是恨之入骨 慕容兴正想着 突然一声怦然巨响 赵雄被砸在远处的墙壁上 唐明冷冷地收回前后 慕容兴眯眯起眼睛 在动手 同会引来学校注意 慕容兴只得转身准备离开 这时唐明却笑着走心 不知道学长有没有兴趣 和我来场擂台生死战 慕容兴停下了脚步 王晶晶急忙拉住唐明 唐明 你 不用担心 我自由打算 一心全面入侵的危机 还未解除 唐明没时间跟慕容兴出现 索性快导斩乱亡 慕容兴有点失敌 他见过唐明在会场的表现 认为最多不过二挺的实力 而他却竟敢与自己打生死战 要知道生死擂台 有求是联盟器与宝酷 打死了人也不能规则 我也参加 还有我 打架什么的我最喜欢了 看到身旁两人也出出应援 唐明淡然的笑着继续逼问慕容兴 怎么样学长 接不接 三个人正好三决两胜 慕容兴看着不知死活的三人 接 当然接 既然你们想要找死 那我也只能成全你们 众人定在一个月后决战 说完慕容兴一行人便离开了 王晶晶看着唐明脸色担忧 你不该这么冲动的 唐明笑道 约战慕容兴我稳赢的 不用担心 小英你实力差点 我会重点训练 尽快晋升到入品修士 接下来 我打算去学校的兑换处 用学分换几盟五级增加战力 你们怎么样 我们也去 新生修士天赋异比 惊呆影视高手 唐明三人来到汉北大学兑换处 三人拿出手机 投射出校园卡 管理员明老头盯着唐明的学分数据 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一百三十七的学法 唐明心中自由打算 功法之类 可以借口外出历练有所其余 换回前世所用的功法 于是唐明上前选了三门黄金武技 明老头见唐明竞选了三门武技 不由得皱起眉头 唐明看出明老头怕他贪多嚼不烂 便运起胡爪功 这门胡爪武技 是从一个交手的犯罪修士那里偷学的 到现在练了不过两个多月而已 老头不可思议的看着唐明道 这样呗 我手里有一招武技 你要是看了能学个三四成 我就当你天赋一禀 以后你要是缺学分 我还允许你收账 怎么样 唐明一听心人答应下来 明老头手掌摊开那些运转 这掌叫做节空掌 随着明老头的掩饰 掌风化作数十道锋刃 将远处的一面墙壁炸得粉碎 这一招已是玄机武技 是这样吗 在明老头的注视下 唐明伸出手掌 掌心气流涌动 形成一道不稳定的锋刃 老头看唐明有如此天赋 非常开心 终于是放下了心 一个月后 半北大学修炼室 汪家掌力与汪家的剑术正面共同 汪晶晶脸色凝重 汪晓瑩巧用阵剑 打得汪晶晶长剑作手 怎么样 我已经完全掌握了螺旋镜和镇镜的用法 现在二品修饰都挡不住我几招 你实力提升了不少 就是心高气傲 在战斗中不够专注 这点要赶快才行 下一刻随着王晶晶的剑气爆发 方小营身上衣物突然破裂 吓得她急忙奔在地上 与此同时 汉肥大学交万助理 唐明结束修炼 此前所选的三能武技 已然修炼到真意阶段 她赤裸着上半身站了起来 身后暴露出来的岩壁上 全都是被恐怖力道肆虐过的痕迹 这些新生太嚣张 刚入学就跨起挑战大三学长 汉北大学的那台赛上 许多学生都议论纷纷 这个唐明是谁啊 敢挑战慕容副社长 会场的一蹴角落 一名中年男子 正盯着远处坐在一起聊天的 唐明和王晶晶 他是慕容家七品修士 慕容渊 慕容兴的三生 今天被慕容兴叫来成场面 一个没有身份背景的小子 你想杀就杀 但王晶晶就算了 难保他族内的长辈不会发疯 慕容兴不敢忤逆慕容渊的决定 他低着头咬牙切齿 满脸不甘心 如果是我来动手 就安排让死尸吞下炸药 把王晶晶包括整个汉北都炸了 听着慕容渊轻描淡写的 说出这种犯话 慕容兴脸色有些相应 唐明这边 校飞卖力的给唐明捏肩 一边还疯狂拍马屁 这让身后的赵连和和燕 都看不下去 直接把校飞拉走 王晶晶凑到唐明耳畔 给他介绍王家和慕容家的恩怨 十年前 两家联手镇压重洞 但出现意外 以至于静谱全灭 唯有王晶晶三叔 黄炎重伤逃出来 之后一直昏迷不醒 慕容兴的父亲慕容兴死在重洞 此前曾传出王炎的名字 作为信息 慕容家便以为是王家陷害 两家救死结怨 正说着 内台上的月山催动内气 大声说道 生死擂台 受修士联盟庇护 事后不得报复 不然将追究事后责任 第一站 方晶晶对赵雄 等待多时的方晶晶 兴奋地站起身 摩拳擦掌 应得台下众人激烈好问 这体格也差太多了吧 修为也差着 赵雄嚣地笑起来 方家又怎么样 我后面站着更强的慕容家 我劝你啊 识相点直接认输 还能少受点罪 方晶晶懒得跟她废话 直接运转内心 脸上露出怒色 你让我生气了 金钱 我要把你打成赵珠 脱辣美女心声 比武擂台上大写身手 小营秘法 子弹圈 擂台上 方晶晶气势汹涌地 朝赵雄一拳红过去 却被赵雄挡住 逼得方晶晶后退 小营秘法 机关枪权 方晶晶化身狂风 挥起的拳头 直接带起一片残意 但赵雄双手护在身前 手的密不透风 方晶晶只是弱笔修饰 对阵三品的赵雄 完全无法后防 刚才你口气这么大 我还以为你多厉害 赵雄放开身上 三品修饰的气势 今天让你掌掌见识 赵雄一声怒汗 身后出现一头 内气胶硬而成的巨型 一掌将地面被拍得四分五裂 接着赵雄就展开了 疯狂的进攻 内胎都快被打堆了 但方晶晶利用身法优势 一边躲开赵雄攻击 还不忘逃 你力气再大打不着我 气死你气死你 小银密法 我炮拳 两人双掌强重 都推开竖过 赵雄脸色阴质 没想到比自己低良品的方晶晶 竟然能伤到自己 暴怒的赵雄透支则真 疯狂催动内气爆发 方晶晶也不退不让 用自创的火炮拳正面迎击 两人激善不止 剧烈的气流 将方晶晶的衣果都刺开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裙子 大笨熊 我真生气了 小银密法 我炮双拳镇静强化板 滚滚而起的巨浪轰然暴起 镇静传入赵雄体内 让他动弹不得 动不了了吧 小银密法 我炮双拳螺旋镜强化板 再度爆发的密法掀起滔天巨浪 瞬间将赵雄阴没 他狠狠摔在擂台边缘 拿到胜利的方小银 合意地扬着拳头 转身面向观众机 我赢了 比赛还没完 小心 在他身后浑身浴血的赵雄 张开双臂化身暴怒的巨熊 像是要把方小银扑活你碎 剑道对决 天才剑修少女锋芒毕露 赵雄一脸凶悍地扑向方小银 而方小银呆呆地站在原地 没能反应过来 住手 我们这说 几乎是唐明化音落下的瞬间 月山陡然出现在方小银身上 挡住了赵雄对方小银的致命一击 比赛赵雄胜 月山宣布道 从擂台上走下来的方小银 还没从生死间的恐惧中震作出来 情绪崩溃的方小银 一下子扑进唐明的怀中痛苦 吓死我了 我本来能赢的 看到唐明抱着方小银 旁边的王清清气鼓鼓地嘟着嘴巴 目光锐利如同刀子捧穿唐明 面对王清清充满杀气的眼神 唐明一脸无辜 第二场王清清对战宋禄 王清清面无表情地举起唐箭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心情不好 所以就不陪你多玩了 话音微露 王清清悍然出剑 凌厉的剑气在立台上防标猛地 宋禄并未打剑 出剑正面迎上去 剑气碰撞 宋禄被震得微微颤抖 还要继续吗 王清清面色平静地说 宋禄脸上露出不凡之色 明明她的修为比王清清高 但王清清有加传武器功法 宋禄竟连几招都接不住 剑法 明月 权力爆发的宋禄灰剑 身后有圆月虚影准现 王清清看对方已用权力 便也认真了起来 她突然原地消失 宋禄完全无法寻觅到她的根子 消失了 怎么可能 不对 在上面 解气劲 云水 王清清手中长剑化作无数眩光 剑落如雨 双方汉人三壮 杨喜大验烟尘 待烟尘三惊 只见松木跪坐在地上 长剑折断 王清清则是毫发无伤地站在她面前 收剑入枪 第二场 王清清胜 取胜的王清清神色淡然地躺下台 台下的方小盈见王清清过来 缩了缩脖子 没想到清清姐这么强 她不应该我帮着唐大哥 打我吧 慕容心很强 你不要心 放心 第五擂台重生少年暴露修为震惊全场 第三场比赛现在开始 唐明神色平静地走上擂台 迎接她的是慕容心傲然目光的神势 别看王清清气质冷清 实际上早就跟世家弟子预定道理 你天赋再强又能如何 迟早被甩掉 唐明冷冷地说道 丢望你的手上功夫 也像你的嘴这么厉害 慕容心引动外围灵气会训 周身更是有杯子气流涌动 太阴振欲 观众纷纷惊呼此来 这功法在华国的地界功法中都排在前面 慕容心的两只手臂被凝聚成杯子 枝叶的灵毒固盖 灵毒接连不断地击射 逼迫着唐明只能不断地拖上 这毒液凶态异常 高阶修士都避之不及 月山在台下也很焦急 灵毒化造 而他不想让唐明这个苗子 折在这里 擂台上两人的战斗更加激烈 恐如 万仙权 慕容心话音落下的瞬间 叫做万千丝线 铺天盖地地朝着唐明碾压过去 面对如此密集的攻击 唐明却从容不迫地游走在镜子 安然穿过 以黄蝎身法躲避全切攻击 唐明是把这块身法练到了真意阶段 恐如 始先诀 随着慕容心的超过 众多灵毒化成了死字 冲冲转弯 以极其诡异刁钻的角度将唐明淹没 只见唐明抬手爆发内戏 蹲下身子一手按在地上 那戏瞬间化作狂暴的龙卷风 将唐明扑在其中 灰色的灵毒被狂风转飞 溢出的强烈毒素 把整个擂台的地面 如侵蚀的疑点较温 最中央的唐明却逃跑无伤 唐明一张逆转局势 脸色平静地看着慕容心 就这 还有后招吗 这个心生太牛逼 一招翻盘逆转局势 杀招三番两次被唐明破解 慕容心恼怒不已 这一招我用得不熟 要是措手把你骨头也溶干净吧 可别怪我 太阴容身 慕容心凝笑着展开密码 黑色灵毒蔓延周身 眼中涌出炽烈的毒光 给我死 唐明侧身闪过 但灵毒速度极快 瞬间侵蚀了身上的衣服 唐明不断甩掉身上的外套 外套在半空中被灵毒侵蚀捧化 唐明平静地面对近在咫尺的灵毒 抬手续抓 地面石块硬生裂开 悬浮至空空 唐明一脚踢飞石块 碎石犹如子弹朝着慕容心射去 同时唐明紧跟着碎石之后冲过去 慕容心冷笑着 抬手用灵毒笼罩着袭杀过来的碎石 劝劲 唐明后发先至 一拳打在碎石上 将覆盖在上面的灵毒直接阵散 顷刻间唐明已经逼近到慕容心面前 慕容心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黑死牢狱 灵毒化作巨大的囚牢 将唐明团团围固 慕容心迎笑着 无数灵毒像钢针一样刺向唐明 但唐明仍旧淡然自若 开口轻轻捕出一字 连 精神秘法冲击下 慕容心身体在刹那间陷入停滞 失去控制的灵毒囚龙轰然崩塌 唐明一拳结结实实地打在慕容心之上 将他打得跪地吐血 局势逆转 一招翻盘 如此刺激的场面 让整个会场都沸腾起来 卧槽太强了 这都能翻盘 精神秘法不是说属于秘术不外传吗 怎么唐明会啊 位在地上的慕容心 听着四周的嘲笑的声音 眼睛的恨意浓烈到极点 你这个该死的杂种 竟然敢打伤我 等着吧 从今天开始 慕容家的死士会不断地找上你 直到把你切成碎肉 还有王金金一样别想好过 唐明眯起眼睛 杀意见起 世上罪牛新生 第五擂台干吊事家弟子 擂台上慕容心一脸怨毒 我要杀了你唐明 唐明深知慕容心活着 必定麻烦不断 将随时面临陨落的危机 他杀意见起 笑着蹲在慕容心身前 慕容心盯着 近在咫尺的唐明 杀了我你也要死 慕容家不会放过你的 这就是世家子弟 和你们这些泥腿子的区别 唐明听着慕容心的危机 凑到他的耳边 压低声音说 太阴阵与公的改善 一行为敏 出了不少力了 慕容心一下子瞪大眼睛 神死慌张 看着慕容心的反应 唐明坚定了自己的态度 理解功法的改善 非常困难 慕容家没有一行的帮助 不可能独立完成 唐明忽然抬手 搭在冒冷汗的慕容心肩膀上 月山感应到唐明身上 涌出的杀气 联盟劝他 唐明别做傻事 慕容渊更是周身烈焰燃起 小鬼 你要是敢动手 今天必死 两人朝着擂台上扑过 唐明冰窗只一指滑出 幽蓝色的冰窗 瞬间覆盖了慕容 唐明给我死 慕容渊狂怒的咆哮 唐国的领主向着唐明扑过 突然红色的火光猛然战放 月山挡在唐明身前 烈焰与领主轰然相助 等死擂台 生死有命 事后不得报复 慕容心没有这书 被杀了 也怨不得别人 月山半步不退的阁道 慕容渊进退两难 只得把动成冰雕的慕容心 尸体抱去 盯着远处的唐明 好 很好 唐明 我记住你了 你踏出小门的那一刻 就是你身死之时 见到慕容渊离开 月山这才松了口气 这件事情也是因我而起 王家会从中周旋 唐大哥的事 就是我方小营的事 我爷爷八品先天修士 根本不怕那个慕容渊的 两个女孩子争现表态 月山拍拍唐明的肩膀 你这两个小女朋友 倒是不错啊 这个男人叫小营 更手刃仇人就收获爱情 一片狼藉的会场内 月山正在指挥着学生撤离 慕容心一脉虽然在家族中身为 但也是修行传承功法的嫡系 此次比武慕容心身亡 王晶晶内心有些不安 这事恐怕很难有周旋余地了 王晶晶难难说道 慕容心对你我已经有了杀意 再说了这次我剥了慕容家的脸面 只要我不死 他们不会把目标放在你身上 听到唐明这番话 王晶晶一下子争主 我有办法解决慕容家的麻烦 今晚此时 我在汉北小树林的湖边等你 夜晚在宿舍内 唐明小心翼翼地起身 施展起地界的脸西术 还没等他走出门口 唐明 被发现了 怎么可能 内心震惊的唐明回头 看到的是笑费躺在床上 正闭着眼睛说梦话 唐明 你是我大哥 庆功会大酒楼 我叫了好多美女 变客后 唐明如约来到湖边 月色下穿着一身蓝白长裙的王晶晶 笑容明媚地看着她 哪怕是经历两世的唐明 此时也有些不知所措 王晶晶叫唐明前来 是想到慕容家势力很大 做事又很少有估计 她和方小营虽然会让家中帮忙 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本能会引起家族的注意 王晶晶说道 你和我结为道理 唐明清楚王晶晶的用意 结为道理 唐明就拥有了竞争王家下一任家族的候选人资格 王家出于维护家族利益的原则 不会对她的情况坐视不理 秦秦 你不是已经和其他世家子弟定下婚约了吗 那是家中擅自决定的 不是我的选择 我的想法你还感受不到吗 王晶晶双手搭上唐明的脖子 唐明吻上王晶晶的嘴唇 夜色下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自日清晨 从之夜间露下的点点光斑 撒在两人身上 我们两个的事情先别透露出去 慕容家那边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 靠女人不是我唐明的献狗 我相信你 第一次被杀 整个家族却可怀鬼胎 地度慕容集团会议室内 慕容家代理家主慕容天坐在主尾上 慕容渊禀报了慕容新被杀之事 慕容天直说等家主闭关出来 会禀报此事 而慕容家主已经闭关超过三年 慕容渊对慕容天本来就有怨言 你这代理家主的位置是怎么坐上的 二哥修为那么强 而且我们和异星那边还有合作 说不定二哥会死在虫洞里 就是因为挡了你慕容天的路 够了 慕容天狠狠一排桌子 阴沉着脸站起身 内心凝结的庞大蛇区险星 冰冷地盯着面前的慕容渊 如此恐怖的威慑 让身边的四弟慕容棚 都有点被吓到 慕容渊也不甘示弱地起身 灵独覆盖周身 怎么想动手 慕容天一言不放 抬手推动巨蛇 随呼拉朽般撕毁慕容渊 释放出来的灵独 猙獰鸣的獠牙尽在咫尺 慕容渊惊怒娇 大哥想杀我灭口吗 要是还想刚才那样胡说 我会让你求死 慕容天脸色阴沉地回首 散起巨蛇 慕容渊见家族 并不准备重视死事 便转身离 慕容恒脸色冰冷地 盯着他远去的背影 大哥 三哥 我怕他过激 而且小心得愁 慕容天准备将唐明 交给慕容渊解决 出了问题就推给他 而最近华国准备挑选一批修道种子重点培养 尽量降低世家在修道界的影响力 我们要不要阻止 为什么要阻止 老人通知张儿 这可是他打响名头的好机会 汉北修道练习室 唐明一人面对着校飞照联合宴 左手还背在背后 少废话 快来 三人被唐明逼着 就算不愿意也只能咬牙一起上 全国修道种子恐怖如斯 三打一轻松反射 三人一起朝唐明布局 赵连一棍子砸下 唐明反手抓住 顺势挡住何彦的长刀 这时校飞从身后跃起 一拳狠狠打来 唐老大 可别怪我先前没提醒过你 你再强 双拳难低四手啊 还算有点强 但可惜 废话太多了 唐明身体已不可思议的姿态隐屈 一脚踹在校飞肚子上 连带着他和何彦一起踹背 剩下的赵连将三节棍拼成一根长棍 将内气转做速度 朝着唐明扑过去 内气当作爆发推进的燃料 有点意思 唐明单掌挡住棍身 顺势反手抓住长棍 将赵连猛地往后一拉 拳头重重打在他的胸口上 振拳 哼人巨响 赵连整个人横飞出去 另一边的何彦 已经蓄力到极点 长刀被内气缠绕 绽放绚烂的火光 太炎 睁武一刀 高峰撕裂攻击 这招是何彦借见 岳山老师的武器结合而来 唐明会心一笑 借用从管理员明老头那里 学来的踢攻击 一手带刀斩出相同招式 踢出的刀器将何彦的刀器斩飞 这就是全国修道主 次级别的战力吗 何彦照连两人垂头丧气 脸色有些黯然 唐明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何彦照连两人 敢战不怯战 一个能掌握那起爆发的力 一个能偷学练出刀器招式 两人的资质绝对是顶前级别 至于校飞 打完了 挺好 交流战嘛 有一地 躺在地上装死的校飞 看到打完了 赶紧蹦起来 校飞挨了唐明那么重的一脚 还能活蹦乱跳 倒是皮操肉厚 几人正聊着 岳山带着一位男生 从远处走来 几人联盟起身迎接 岳山导师 先停下吧 唐明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你好 我是一成平 切磋一下五姬妈 同归于尽的那种 岳山向唐明介绍着带来的人 一成平 汉北修道是社长 三品军衔 汉北最强 而唐明对他也很有印象 前世时 一成平的父亲 战死在西南 他因为寿命不到半个月 就稳定了局势 最终之战 也帮了唐明不少忙 而一成平这次 是带着任务前来的 他要先试试唐明的实力 唐明也不废话 大鱼争武一刀 持几道刀器呼啸着 飞向一成 大鱼服膜 一成平展开防御 一拳打住 身后庞大的徐颖 放话显现 突然两道刀器 在一成群身后 小人浮现 变招 刀器绕到后面了 这个控制确实厉害 一成平头都不回 虚影画出两道手臂 抓碎了刀器 一成平所用的是 号称玄机的一刀 八臂五区真机 威力不比地劫差 修炼到高深处 可前置山河勇猛屋 小心我来了 一成平刚说完 下一秒已经出现在唐明面 速度之快 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无许 天外落云 那些显化的虚影疯狂膨胀 一道巨大的鼻 从天而降 封碎了唐明所在的位置 唐明刚躲开第一轮攻击 突然阴沉拓开 又一只手臂悍然探处 结束了 一成平一拳打中 唐明却如同失去了重力的坐 朝着后方飘去 近在咫尺的一拳始终无法碰到 轮到我了 人双齿 不许 天外落云 唐明一指凝聚很紧 插向一成平的脖子 一成平同样不甘示弱的 一拳砸向唐明的太阳鞋 停手 两人同归于尽的拨命大方 把月山吓了一跳 联盟跳出阻拦 电光火石间的激战 让观战的几人看得目冷不甘 唐明 你很不错 竟然能把成平逼到这种程度 李成平也说出了今天的来意 唐明 我想请你 今年代表汉北 参加华国的石销大币 并且 担任修道社的社长 修道社人心不疾 社长竟被逼宫退位 李成平邀请唐明担任修道社社长 这是最有威望的学生 才能担任的职位 从来没有大一新生担任的例子 而石销大币 是影响力最大的大学生修道赛事 为什么要让我带队 以你的实力 才能带领汉北走得更远了 面对唐明的疑惑 李成平解释道 他父亲在西南战区任指挥官 而他目前已是修士三体 达到了进冲动的最低标准 可以前去参战 所以他想把修道社社长的位置 交给唐明 由唐明代表汉北出战 听到冲动动荡的消息 唐明微微吃惊 最近冲动应该比较平静才对 难道是因为自己重生 导致的蝴蝶效应吗 不等唐明思索万别 月山迫不及待地 劝说唐明接受了 你若是当上修道社社长 慕容家也不敢轻易出席 所以你的决定是 这个吗 看着众人期待的慕望 唐明微笑着点头 我答应你 唐明做出了决定 以成平准备带他去修道社交界 顺便熟悉一下具体运作事宜 因为益成平一直在外面历练 修道社一般都是慕容新运传 修道社的训练场地 赵雄疯狂出拳打碎墙面 去死去死去死 唐明 我迟早要杀了你 这时大门被推开 以成平几人鱼贯而入 赵雄脸色不屑地走过来 你这一走大半年 这次更是把杀掉副社长的仇人带进来 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赵雄身后一个光头男走过来 一回来就被逼宫辞职 一成平内心怒火汹涌 一成平我劝你别白费力气了 大家都啊 光头男话刚说了一半 巨大的首长从天而降 直接把他拍在地板上 砸车一个大墩 谁还有意见 这个新生叫小平 一人单挑五刀舍全员 怎么 没人说话了吗 一成平将光头男吊死了 吐视着全场 赵雄面色不敢 但一句话都不敢 生怕被一巴掌拍死 一成平没想到自己一段时间没回来 修道社竟然堕落成这样 让我来吧 想要当这个社长 不拿出一点实力 恐怕难以服众 唐明发出抢战 谁能打赢他就承认谁是社长 赵雄众人对唐明的狂妄混不不死 唐明打死了慕容家的人 能活几天都不知道 还敢来这里大放学死 唐明对赵雄等人不懈疑 哦对了 既然你们实力太弱 我建议还是一起上 免得浪费时间 一成平见唐明如此自识 并以社长的身份允许了这个规则 众人听话 便一拥而上 喊着要给他们的慕容社长报道 冲在最前面的社员 被唐明单手临起 随即荡成武器直接甩了车 顿时砸欢一遍 唐明使出悬兵 后面的人根本无法进身 顷刻间唐明已经捧走全场 所有敢动手的修道社同院 全都被打发在地上 天赋卓绝 实力高强 并且深受同伴的信任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纵路在旁边冷眼相看 狗腿都倒下了 赵社长 该轮到你上场 别怂啊 臭娘们 给我闭嘴 赵雄嘴上还在笑笑 却被唐明一拳打翻倒地 眼界已唐倒一片 再也无人上前挑战 一成平宣布 唐明就是下一届修道社社长 赵连何彦等人都欢呼了起来 唐明当上社长第一件事 就是将刚刚动手的人 全部开除出修道社 静静 小盈 你们要加入修道社吗 当然 我愿意 我们也要加入 为了备战时效大 唐明决定 接下来的几个月间 修道社要展开魔鬼特训 时效大笔平静 修道社内修炼 如火如荼 办公室内 月山一成平 正在跟校长段云威 汇报唐明答应参加时效大笔 和当选修道社社长的事情 校长也很高兴 没想到今年汉北 能得到这么好的种子选手 月山又提起 之前提议的让学生 修饰去重动历练的审额 还没通过 听到这时 校长也很头疼 重动毕竟凶险 让学生贸然历练 恐怕会有伤亡 重动历练的事情 我会汇报上去 三人又说起 时效大笔 上面想借这次机会 挑选修道种子重点培养 为之后的新年国道战 做准备 这段时间 异兴动作频繁 各国打算 以国道战绝出到主播 若是全面开战 就由盗主国带领 全球联合对抗 一星竟然已经这么活跃了 我还以为 西南战区只是特例 哎 都是知秋啊 修道社社馆内 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闭嘴 要叫副社长 方小营 挥舞着鞭子 逼得消费 欲哭无泪 擂台上 赵连和何彦两人 也在对战 修道社内 一片热火朝天 王晶晶和唐明 则在远处看见 时效大笔将近 唐明希望 他们都能尽力提升实力 唐社长 纵路拿着前三年 时效大笔名单 走了过来 纵路一看 就是性格刚毅的人 唐明很好奇 纵路为什么会在 慕容新手下办事 难道是剑道功法 纵路点头承认 如果我为你提供 玄阶的剑道功法 你愿意为我做事吗 纵路很是惊讶 玄阶功法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 接触得到 唐明居然说可以给他 而唐明前世纪下的 剑道功法 别说玄阶 连天阶都有 可惜不能随便拿出来 你有的话 我愿意帮你 此时擂台上 对练的赵连和验 突然被一阵手机 铃声打断 什么 病情加重 好的 是 我明白了 我马上就到 赵连突然接到紧急电话 急匆匆的冲了出去 未愁巨额医药份 小伙永恒地在云赛 病房中 赵连的母亲躺在床上 医生在跟赵连 说着母亲的情况 病情再一次恶化 之前的药物已经失效 需要更昂贵的特效药 并且还需要有人看护 赵连皱起了眉头 他的家庭本就不富裕 之前就拖欠着治疗费 现在连汉北的医药补助 也已超额 还是有今晚的医疗费缺口 赵连如同行尸走肉 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满脸绝望 内心一股怒火涌出 一拳砸在旁边的电线杆上 却让贴在杆上的小广告 挑了起来 百万奖金 拳王争霸 等你来挑战 你要打拳 陛下拳场的姚老板 抽着雪下 头也不回的冷笑 赵连看对方 完全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指着擂台上的拳手 擂台上那两个 我上场 三招搞定 姚老板听他如此狂妄 倒是写了信息 让他先生死状 上去试试 赵连示意没问题 并表示是为了拳王赛的 百万奖金来的 赢了就走 有种 能活着回来 才有钱啊 姚老板指着擂台上 又解决一个对手的毒狼 冷笑森然 擂台上 毒狼看着赵连哈哈大色 嘴里没个干净的说着 你可以趁现在多叫两声 以后就没机会了 臭小子你找死 被赵连激怒的毒狼 凶猛地哭过去 赵连运转内心 脚踏了一台 一步从前 毒狼当即追出 昏死过去 我操一拳打费毒狼 这他们谁啊 现在 我有资格当拳手了吗 姚老板看到赵连身手了 马上要给他配个天气 打造成天才飞马 老板 这小子奔着 为拳王赛来的 在他身上头太多 我怕收不回城门 姚老板冷冷一笑 你以为真有人能拿到那一百万呢 我想让他输 不是一句话的事 马上把他安排全赛 然后给他用那东西 用到废为止 一步错步步错 打黑拳还有回头路吗 半北修到社馆内 赵连已经好几天没来训练了 他生性沉默 有什么事 很少跟大家说 这次只是说处理家里的事情 方明不仅有些担忧 地下全场休息室内 精力摊开手里的一瓶药剂 这东西可以激发潜力 还能够降低痛感 精力想让赵连打上一针 赵连斜撇一眼 头也不回的上场去了 为场内人生顶飞 擂台上的是金牌拳手 送胖 一品修饰 看到赵连一个学生上来 他一脸阴狠的凝笑着 赵连脸颊冰冷 中拳并起摆开架势 裁判看双方就位 一声令下比赛开始 送胖猛的跃迹 瞬间出现在赵连面前 一脚狠狠踢出 赵连手臂下压挡住 但一触碰他就感觉不对劲 口轻 不好 是寻找 哈哈 死在老子的成名记下吧 送胖抖然变招 右脚踢向赵连的左太阳去 赵连并不惊慌 左手招架被送胖踢中 反手一掌猪猪 精准击中送胖的喉咙 鲜血死见 赵连获胜 瞬间对送胖下了重处的观众爆炸 一片喧嚣的呼喊通风 赵连沉默地走下了擂台 他左臂红走颤抖 小臂的骨头好像裂开了 等一下还有一场 真的没问题吧 精理拿着药剂还在等他 拳王挑战赛 只要输了一场 就会失去规划 手上的剧痛 身处的分子 让赵连没有太多犹豫的机会 他拿过药将其注射进瘦上的头 再要效的作用 手臂的伤势在迅速昏迫 而一旁看着赵连乖注下特效药的精灵 却一脸得逞如样 这傻小子 你就用吧 等这药透支完你的生命 最后被拳王一拳撂倒 我们拳赛 绝对能赚上上千万的赌金 两家少年误入歧途 同学们都疾疯了 赵连补缴了医疗费 医院这边恢复了用药 特效药的效果很好 赵连母亲的情况已经基本稳定住 赵连注视着病床上昏迷不醒的母亲 脸色坚定 妈 我一定会把你救回来的 汉北武刀说 唐明正在跟何彦对人 太阎 生武一刀 何彦全力爆发 赤裂的刀器在唐明身旁擦肩而过 唐明顺势抓住何彦手臂 直接将他摔了出去 下一个 赵连 赵连脱脚外套 露出了手臂缠着的红带 看到赵连的伤 唐明眉头只剩 两人就位 赵连一棍朝着唐明身上转血 却被唐明轻松接醒 唐明感受到 这一招赵连已练到真意阶段 赵连再度推动内气 逼迫唐明后退 同时月洗一记鞭嘴打下 唐明眉头却皱得更深 这种招数不是学校雕 突然赵连眼中犯提一阵经过 脸庞变得争鸣无比 咆哮着朝唐明冲滚 一拳逼着唐明连连后退 你挡不住我的 给我死 死 唐明一连后退了几步 看着气喘吁吁的赵连面色明冻 唐明叫停赵连 对他说道 赵连 你老是和我说 你是不是用了什么药 赵连满脸汗水 却妖精押官一言不发 他不想欺骗自己的朋友 但也不想让他们卷入麻烦里 唐明知道现在市场上 有提高实力的兴奋性 长时间服用有成隐形 对身体伤害极大 前世时 这些东西在市面上大肆流动 搞垮了许多天才 赵连是怎么接触到这些东西的 赵连你倒是说啊 再这样下去 你赵连以后的修饰之路难走 还很可能重伤住院 你真想下半生变成一个废尘 赵连进湖光溃 我知道那东西是害人的 但我妈重病难医 我没得选 我需要钱 需要很多钱 地下拳赛白斩王 重生归来仍是王者 赵连低着头 说出了未凑起母亲医药费 去打黑拳并且注射兴奋剂的事 众人听后都很是焦急 你确定治病 不该瞒着我们这些朋友 我消费别的没有 钱是从来不缺的 赵连听到众多好友的回应 很是感动 黄晶晶又说起了黑拳的事情 那些都是罗家的产业 把黑拳赌场排得遍低如是 也因此罗家没多久 就被世家除名 听到这些 唐明决定准备去会回这个罗家了 地下擂台场中 唐明说明来意 赵连现在浑身时尚 唐明要代替赵连参加接下来的 这过过招 看他究竟几斤几几两 打手脸色冰冷的围 轰然一声巨蜜 领头的保镖口祖鲜血 当场晕死 看到这里 姚老板当场同意了唐明的信求 等到唐明等人走远 姚老板追溯走下的 也给唐明认识 一开始先正常认识 拳王决赛的时候 在加大气的休息室里 经理正给唐明说着要的好诵 唐明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直接注射了进去 经理看唐明如此天真 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一切准备完毕 唐明登上擂台 这里他很是熟悉 前世时去重用急需生死 勃杀的经验 他在地下拳场一脸打了白桶 还拿了个地下白斩狂的称号 唐明正死 裁判宣布了比赛开始 他的对手黄犬 迫不及待的冲场 刚准备进攻 黄犬在唐明手里 就变成了沙发 被狠狠砸向那台地面 地面都给砸碎了 一招致敌 会场内一片喧哗 包厢内的姚老板 也狂喜不已 对 要的就是这个笑容 让拳王准备好 老子他后面下手重点 天才有怒 才让人兴奋 休息室 经理又拿药给唐明 来来 这是下一场的药 有了他 拳王肯定不是对手 多谢 你小子就等死办 什么破拳王 有点实力淡不多 酝酿许久的拳王赛 即将开始 观众都热烈的欢呼 武道社也是拳员到场 比赛开始 拳王排在热身 盯着唐明 眼中露出协议的光芒 准备好迎接死亡吗 小宝贝 话音落下的瞬间 又折一门打 踏着唐明的身色而过 既然这么能夺 让人家要拿出点真正实力才行吗 拳王内心一断 双手画过冰 蓄力多时的一拳打出阴望 将防守的唐明 风吹袖子 唐明已经是出拳王的手段 有点实力了 但不多 他眼睛贴向包心的姚老板 那我都该到时候了吧 那台上的唐明突然面积大变 痛苦的五十天 我的身体 会场全都沸腾起来 小费几人更是惊慌着 想要冲场去救助 而王军军冷静的担住了探幕 他是懂唐明的 拳王着有兴趣的看着唐明痛苦的样子 缓缓走到唐明身上 一手按住他的脑袋 也不急着结束比赛 而是说起了流氓话 还在演戏的唐明感觉有些无聊 手掌涌出内急 以极其凶猛的力道 折断了拳王的手腕 局势瞬间逆转 姚老板经得雪茄都折断 如此高剂量的药 唐明没道理才能站住 此时擂台上 拳王已经痛苦欲生地跪在地上 盼着唐明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过那点药量 我直接在体内用内气就分解掉 听到这些 拳王恼羞成目的呼唐 唐明心描斗显的一瓶打出 把他打得分成婚礼 赢了赢了 一排十 我发财了 什么狗屁拳王 一定是打假赛 退钱 退钱 听着台下欢呼的声音 唐明目光里门 望向包厢上面的姚老板 姚老板气得咬牙切事 你个小杂种 背心老板人菜且嘴店 于是被人炸成了烟花 闭下擂台场 姚老板一声令响 几十名打手拿着枪器 冲入场中将擂台团团围住 现场观众看着架势 纷纷骂骂咧咧地退场 免得被殃及吃鱼 唐老大 我们被包围了 擂台上被围在中央的众人脸色力感 警惕地审视四周 姚老板走到了唐明对面 争鸣地嘲笑着众人 唐明坏了姚老板的大事 姚老板不准备让他们活着走出这里 一声令下 抢手瞬间开火 众人纷纷爆发内心颈欲 就在众人苦苦支撑之时 精神秘法九字真言 灭 唐明眼中神光闪烁 眉心一小撮蓝色火焰猛然暴起 化作光环向外飞 子弹顿时停止在半空中 再不能前进半分 这是精神秘法九字真言 第七字列字决 这道密法失穿已久 没想到唐明竟然掌握了 唐明暗暗发叫 前世时 他的精神力足以轻松拢掉一个城市 区区子弹 不知一提 在唐明的追踪下 停止的子弹在空中纷纷掉转方向 几十名枪手当场被射杀了大半 姚老板也被吓破了胆子 脸色铁青 这时唐明身后 一名倒地的打手忽然爬起 防击火箭筒近距离锁定了唐明 唐明 小心 只见唐明转身抬手 甩出一个圆屋 将炮弹塌缩成一个光影 唐明转手将光剑丢进姚老板 张大的嘴巴里 姚老板吓了一跳 赶忙在几个保镖的山头上跑 还不忘放狠话 罗家不会放过你们的 冷着吧 你们死定了 还没说完姚老板小孤顿 脸色一变 火箭弹轰人炸开 化作一堂巨大的火光 终于脱离险惊 唐明回头看着同伴们说道 我知道你们有问题想问 但现在很多事情 我没办法说明 嗯 我们当然相信你 无论如何 唐老大绝对不会害我们 等以后会给你们说清楚的 不过现在我们去医院 看看赵连的母亲 当时绝症难题 竟被大医新生轻松解决 重症病房内 唐明等人围在病床前 赵连母亲昏迷已有五六年之久 只能靠药物蓄秘 唐明靠近观察便发现 这病在她前世时广泛出现 而消费家是做医疗制药的 她见过类似患者 严重的一辈子都醒不过来 得知这些 赵连更加绝望 其实这病我能治 唐明开头说道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她 唐明向众人谴斥 她曾在古籍上 看到过这类病症 是因为有人无法提取灵气 转化为内疾 积累成了灵魂 听着唐明的分析 众人陷入了犹豫之中 毕竟这关乎着 赵连母亲的生死 我也不瞒你们 我修炼的针刺劲 镇剑 就是为了治疗这种病症 创造出人 唐明说道 针刺劲镇剑 当然不是为此而创 但确实可以医治此病 赵连终于下定决心 让唐明一手 唐明当机运转内气 打入赵连母亲之内 一道道星红光芒 在她身上死 唐明隔空虚伤 灵毒剧笼在唐明层上 化作小秒不定的光环 叹为观止啊 连医生都在赞叹唐明的能力 如果医生您感兴趣 过会儿 我可以再详细解释原理方法 唐明说道 医学与修饰的手段相互结合 是十几年后才出现 唐明算是先一步 引发时代大事 这时赵连母亲缓缓睁开眼睛 见此停静 众人退出了房间 留赵连母子独土 并房外走廊上 校费询问唐明 可不可以去他爸爸的公司当顾问 萧家这样 唐明对这个公司很有印象 一星来袭时 他们无偿提供医疗服务 救下了许多人 唐明有意接触 便答应一下 这时赵连推开门走得出来 见到众 赵连对唐明说道 唐明 这次多亏了你 我不会说话 但以后有用的这样的地方 这条命给你都没有问题 说这种话做什么 我们可是兄弟 重生大老 分身有术 一人掰成八半有 经历生死斗和地下拳赛后 唐明在实验室里闭关了一周 这一周中 唐明炼制出多种 现在未问时的要求样本 还编写了 卢旋径和镇径的功法上 汉北大学物品兑换处 唐明来兑换两门玄机功法 兑换玄机功法 需要功勋职 这只有大三学上才能获得 而唐明则是准备 用他编写的两本功法来换 这在学校是史无前例 兑换出的明老头很感兴趣 听完唐明对功法的讲述 明老头的眼眸变得明亮些 他自是知道这其中的玄妙 当即便同意了唐明的兑换取求 得到了明老的许可 唐明便选定了两门 早就定下的功法 明老头看着唐明选的功法 深感奇怪 因为唐明选了一门女剑形的剑法 而唐明之所以会选择一门剑法 是为了提升送入的实力 一周后修炼室内 台上宋禄与王晶晶正在对决 只一周时间 凌借玄机功法的加持 宋禄已可以与王晶晶正面交锋了 王晶晶看招 借我七星学女剑 面对宋禄气势寻情的意见 王晶晶认真横剑招摇 将宋禄的剑锋反正回去 宋禄被逼着连退束 终究是败下阵 王晶晶来到宋禄身边说道 宋禄 你变强了很多 需要让我认真对待 放心吧 用不了多久 我一定可以把你击败 好 我等着你的挑战 这时 修炼室大门被推开了 孝费跟赵连兴奋地走了进来 他俩刚从医院回来 赵连的母亲现在一时清晰 马上就可以出院了 而孝费择待他父亲 邀请唐明去他家的药品研发实验室实地考察 唐明前世对萧家治疗就颇有好感 便一口答应下 说着唐明看向身旁的王晶晶 有个想法涌上心头 晶晶 你能帮我准备点东西吗 什么是这么神秘 他提炼一下 重生大佬一出手 治疗大神横空出世 唐明一行来到了萧家治疗厂城外 孝费的父亲 也就是萧家治疗的老板 孝贺 与一名老者出门迎接 这位老者是国家级院士苏老 也是萧家治疗研究室的负责人 众人刚寒暄两句 有人从远处跑了过来 不好了 出世了 104匹小白鼠全都死亡了 说什么 全死了 快带我过去 苏老慌忙朝着实验室赶去 唐明等人也跟着来到实验室 唐明看到他们正在研究的药剂 正是激活修饰治愈力的药剂 前世时是20年后才能研究成功 现在距离完成还差得很远 唐明想到 既然重生 必须得让这造不大众的药早点面试 他直接走上操作台 修改药剂配方 你们用药性单一 还过度使用激素 导致药性极其不稳定 不如试试我修改后的配方 苏老看他年纪轻轻 有如此魄力 便吩咐首家使用 小白鼠的伤口迅速运作 成功了 研究员全都震惊不已 苏老看唐明有如此 希望以后能经常合作 而这也是唐明今天来的目的 一旁的消费打开箱子 里面是一枚晶莹的丹药 这丹药能加速灵力的吸收 和内气转发送 唐明要与肖家之药 共享这丹药的配方 并提出两个要求 第一是尽量压低成本和价 第二是这个药剂的冠名权 交给苏老 不能提唐明的名字 小老板看唐明如此了 还要将成果全规 给肖家制药 大招一回 将肖家制药50%的股份 都给了唐明 而唐明很清楚 这丹药前世 就是肖家制药研发的 现在时间紧迫 他必须让这药品 紧早便是 老大就是老大 一出马就帮助 我们公司解决了难题 现在我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提升 人类整体实力的第一步而已 后面的路 还任重道远呢 名校五道大赛将至 各路人马各有所图 一个月过去 石肖大笔马上就要开幕了 肖家制药办公室内 唐明跟肖峰苏老相对而做 丹药已经量产成功 马上可以上市 肖苏二人此次让唐明过来 是想让他来写个名字 唐明思考变客 这要本意是要 壮大地心实力 驱逐一心 遥光者资量万物 右鸣破军 寓意破除一心 遥光破军 肖峰苏老皆拍手叫好 商议完 唐明起身准备回五刀舍 继续进行石肖大笔的训练 说起石肖大笔 我倒有一个想法 肖峰叫住唐明 石肖大笔关注度提高 肖峰准备将遥光系列 免费发放给单赛的纠细 如果能在比赛上大放风 遥光系列就能在 极短时间内封迷全国 这次轮到唐明 配复起了肖峰老板的商业头脑 不过说到这里 慕容集团一直以生物科技组成 今年却没有新产品参加 难道慕容家出什么事了 慕容集团大楼里 慕容天正通过屏幕坑 跟儿子慕容征视频通话 慕容征是慕容家 年轻一倍的调处 实力甚至在一成平之上 慕容天在嘱咐着 他时效大笔的事项 关键是杀了唐明 把慕容家丢在脸面挣回 这时慕容天的屏幕上 弹出了一条新的视频通话信息 慕容天打断和儿子的对话 大哥 关于药剂失窃事件 偷异性药剂的人 恐怕是三哥 听到竟然是慕容渊偷了药剂 慕容天眼神凌冽了起来 哈尔修士大学 慕容渊站在教学楼天台 一道身影走到他的身后 慕容渊取出一支药剂 放在这名年轻人手里 这就是慕容家精心研制的 异性药剂 用他在尸销大笔中 给我把唐明除掉 事成之后 我会正式收你做我的入室弟子 收予你玄接共法 唐明 别以为躲在汉北大学的保护下 我就没办法下手 我一定让你死无脏身之地 替行儿报仇 最强比武林进 正派强化训练 反派勾心斗角 哈尔修士大学的天台上 慕容渊对着徒弟张池 吩咐着除掉唐明的事 突然一名女学生走上天台 朝两人立声发问 大半夜的 你们偷偷摸摸在这里干什么 他是哈尔大学武道社 护社长孝敬 现在已是宵禁时间 这两人在这里 已经违反了规定 孝敬看清其中一人 是武道社的张识 而另一个中年人 他却不认识 张池 你在这里做什么 慕容渊听到张池被认出 运转内力准备杀掉孝敬 张池见师父起了杀机 连忙对慕容渊 导出孝敬身份 失效大力在这 现在杀了武道社副社长 会引起校方的警惕 慕容渊斩年一响 便放弃了灭口的疆 让张池自己处理这个麻烦 交代完后 慕容渊一脚跨出天台南端外 凌孔而去 孝敬脸色震惊 在他的视线内 慕容渊直接消失 小大美女 刚才要不是我 你就命算黄泉了 这份温情 以后我可得亲手收回来 暗自一想一番后 张池离开了天台 留下孝敬听以不定 他刚刚听到了一些支言听 除掉唐明 而孝敬的弟弟就在唐明挥死 远在汉北的孝费 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从脚底板到脊背 都感觉凉搐搐的 他预感到了 要发生不好的事情 这时唐明召集众人集合 宣布大笔的参赛人员名单 主将自然是社长唐明 担当先锋和副将的 主力成员有三位 分别是王晶晶 方晓莹和宋露 孝飞听完长输一口气 她可不想上场挨打 唐明微微一笑说道 还有一个替护英文 而唐明早就想好 让何彦找连孝飞三人轮替 孝飞一听 论感刚刚的预感灵验 孝飞 你是我们的好兄弟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现在跟我去找殷刘老师 我给大家安排了一场 特殊的修炼 不祥之兆 果然又灵验了